今天是9月的11号 那这里呢我们先进入这个国际新闻的部分 那这里呢有一个新闻是说到啊 在澳洲呢一个网民说 有一个梦想之夜就是陪狗 就是玩 然后热心呢是达到将近1700零击的嘛 如果是算麻痹的话 一天呢你的工资呢会有1700零击 你单单只是去陪这个狗狗玩而已 嗯是那这个欧洲网民看到这个招聘后呢 就哇他们说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梦想的职业 可能对爱狗人士来说吧 这一个才是梦想职业 如果对一些不爱狗的人士 可能这个是噩梦吧 如果看前份上真的是梦想吧 可是不爱狗的人士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狗啊 应该是没什么人不喜欢啊 可能不喜欢的可能是占少数 但是我几乎我看到都是蛮多人喜欢狗的 因为可能狗已经变成了所谓的人的一个 一个灵魂伴侣 对而且被神化了 所以几乎每一个家人里面都会养狗狗等等的 而且就很多人就是甚至帮狗狗做一个 所谓的Instagram的一个account 对 反而有时候狗还比主人还要红 还多更多的这个follower 所谓的follower 那这个是怎样开始呢 就根据这个欧洲媒体的报道呢 是一个在士尼的狗毛之家呢 因为早前呢 就收留了五只被遗弃 五只被遗弃 大概十个月大的一个卡尔比犬 那再加上呢 这一个收容所呢 你这些动物呢 都需要人手照顾 所以才决定了临时聘请 这些临时的员工 所以呢才会到高 这一个时机呢 才会是高达的那么的高 嗯 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人呢 可能要到澳洲那边 才能有这样的工作 在马来西亚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工作 对 对啊 好我们说到另外这行为好了 其实呃 说到印度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谈过 有关于印度就是 呃 离婚啊 或者是这样的事件 都要通过一些 呃 很特别的一个方式 才能呃 去就 就是可能是三 所谓的三喊就是修妻这样的东西 对 那现在呢 呃 在印度呢 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 呃 妻子 因为华裔妻子有外遇哦 但 然后呢 丈夫就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前呢 就是 看他妻子的双腿 呃 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 呃 印尼 呃 印尼的这个 达利岛之民警的这个取藏国 呃 当地的时间 在星期二的时候 就传说了一个严重的 到呃 就是 暴力事件 就是怀疑呃 36岁的男子呢 就是呃 呃 他29岁的妻子 就是卡林 跟其他人有染 嗯 而且就在这个家中呢 就是在两个幼稚里面前呢 就拿了这个弯道 砍下他的双腿 呃 从照片看呢 他的双腿 已经是 已经 应该是截回去了 吧 嗯 那这件事情是怎样 发生的是因为呃 这名妻子呢 呃 他因为他是在呃 岛外呃 呃 担任这个外籍移民家庭的帮佣的 这一这样子的工作 然后自己的丈夫呢 呃 又没有固定的呃 呃 这个工作的收入 然后只好靠这个打铃工 来来度日 因为呃 呃 这个卡林呢 这个29岁的这个呃 呃 印度呃 印度呃 印度女子呢 是因为他人缘其实是蛮好的 而且他本身又比较喜欢乐于住人 所以呢 就他结交到呃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朋友吧 因为可能自己本身也是到啊国外见识过一些 所以呃 就是蛮多朋友一下的 然后就这样子呢 呃 导致到丈夫呢 就呃 有一些醋意 嗯 因为认识太多人了嘛 也不知道 他基本对 吃醋 自己本身也不了解自己呃 呃 其子的这个工作性质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悲剧发生 这里同时候有说到就是本身丈夫呢 对卡林的交友情况也十分的不了解 嗯 然后也曾经他和呃很多外人有过程的这个很亲密的一个呃 呃 一些举动 对 或甚至就是起了多次的冲动 呃 所以呢 这里有说到就是星期二晚上的时候呢 卡林就下班回家 呃 丈夫呢 就和他就是有争吵 然后还动手打他等等的 所以后来呢 后来就拿出了这个弯道 然后就是真的就在两个儿子面前呢 那两个儿女儿女面前呢 就砍下他的双腿了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重的 因为呢呃 呃 当他砍了这双腿的时候呢 就他就会尖叫 呃就喊了嘛 所以就导致他个别的邻居都听到 然后呃 就马上报警了 这邻居就马上报警了 然后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呢 已经是许计斑斑了 然后他的左腿被砍 被砍断 然后右腿呢 就差点断掉 所以要进行的这个经济手术的 但是呃 虽然这个姓名无碍啊 但是日后能不能继续行走呢 还是一个问题哦 嗯 目前这个卡林状况呢 是现在是呃 无法工作的 那除了因为家中的这个生活费需要呢 学费啊 这些呃 这些庞大的费用 因为他基本上也不能工作 然后自己的丈夫也是因为呃 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所以呢呃 他已经陷入了一个经济的 一个一些状况了 然后索性呢 他认识人多 看我们有提到 因为他认识人多嘛 所以他就有一个呃 在当地一个奥 一个奥基的朋友呢 就在呃 一个网站上面呢 就呃 就发发了一个招募 呃 一个一个筹款的一个 呃 网站嘛 就把他发了一个文 就说呃 帮他筹款之类的东西了 嗯 然后现在呢呃 这个是呃 他的目的呢 其实要呃 帮他筹超过呃 澳币十万元了 对就大概马币的三四万 对 他目前已经筹到了五万元了 所以人员好是好事 对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老公呃 太过容易吃醋的话 也不是一件好事的 嗯 对 好我们说呃 说到另外一个新闻 是说到呃 罗兴亚组装 这个武装组织呢 现在呢 已经宣布就是停火一个月的 在这个缅甸的洛开邦 还有政府冲突的这个武装组织 就是洛开罗兴亚 这个救赎军呢 因为呃 他由于单方面的宣布 在星期日的时 就是星期日的时候呢 就停火一个月 同时就是呼吁政府军呢 停止攻击 然后让这些救援的组织协助 就是解决人道的一些危机 但是呢 就是被缅甸当局设定为恐怖组织的 这个救赎军 在上个月和这个情况发动了 这个袭击 后来呢 又和这个军方 就是爆发了这个冲突 也触发了当地的这个 新一轮的逃亡潮 所以至今呢 有将近就是三十万的罗兴亚人呢 就是逃亡邻国 就是孟加拉 而将近三万人的非伊斯兰 这个民众呢 被重新安置在这个缅甸的 其他地方 在这种战火连连的国家呢 最急需要的应该是粮食干净的水 以及一些医疗的援助 那这个联合国就表示呢 就救援组织 现在呢 估计急需要的就是 大概三十二马蚁 马臂 就是用来救助这一群人 那罗兴亚这个武装组织也强调 在这个停我期间呢 也希望人道组织呢 能够不分种族啊 背景啊 向所有的这个灾害者呢 提供支援支助的 对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到政府局呢 还没有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应该是难以拒绝 有关于停火的这件事情哦 在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这个缅甸政府呢 也有提供一些的救援动作的 在这个政府将设置的这个营区呢 以为就是流失所事的这个洛开帮 穆斯林提供了这个救援的动作 这是缅甸政府在16天危机中呢 就是第一次就是向这个罗兴亚 难民呢 伸出了这个援手的 这样他们相信的就是有数万人呢 就是逃离到了这个烧金光的村子啊 然后这个缅甸军队呢 还有这个罗兴亚暴徒呢 等等 而在这个诺开帮 就是前途移动的时候 同时候呢 就是他们都是被困在这个山丘啊 然后缺乏食物水的这些人 都是需要去被救援的 那这个孟加拉呼吁缅甸政府呢 透过这个缅甸境内流失 流离失所的这一些罗兴亚人 提供资源 然后以及提供这个安全区 然后就是 就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了 对 所以他们需要 非常需要就是 这个救援的 要不然他们可能就是 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呢 就导致失去了这生命的 对 说到这个罗兴亚人呢 就是一大批的罗兴亚人呢 就是往这个缅甸逃到这个邻国 就是孟加拉区嘛 然后有关于这方面呢 就是说到孟加拉边境的这个难民营呢 就是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越来越多人逃过去 那目前呢 已经增加到了就是39万人的 嗯 是因为人数这样多 所以这个啊 有义工呢 就说到难民区呢 现在是物资短缺 食物啊 水啊 以及一些医疗上 这些设备啊 那呃 有难民呢 就是为了呀 这个这些啊 食物的最基本需求啊 就啊 发生了这些冲突 然后联合国 这个联合国人员呢 就指出呢 难民呢 呃 难民呢 已经早有10万这个 呃 罗兴亚难民呢 呃 已经有了这10万个人 但是呢 在近两个星期呢 又再增多了29万的 这个罗兴亚难民呢 呃 到达 那他们对这个前景呢 感到呃 非常迷惘 就是 已经已经没有方向了 嗯 对 其实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依然还是物资短缺 就是基本的设施 都是非常欠缺的 然后 就是有记者 也是到这个营地去采访的 然后 都有就是呃 就是这些难民的 都会去拍打这个车窗啊 或者是就是呃 如果他们下车的时候 就会去扯他们的衣服 就是要求可能食物 提供食物等等的 这方面的一些资源 哦 但是到目前目前为止呢 都是非常的欠缺的 哦 这种事情呢 也导致了就是呃 附近的邻国 甚至马来西亚 都是有伸出呃 所谓的元首的 嗯 然后也是有派出这些呃 救援团啊 到去到这个附近呢 去帮助这些难民的 所以呢 现在呢 有义工认为就是 各界远远低估了 这次难民草的这个影响 和难民的需要 所以呢 在物质上的设施上 都是难以满足这些难民 毕竟三十九万人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对 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有一定的人手呢 还有一定的时间去呃 帮他们呃 去呃 打到就是可能要充足资源 还有所谓的基本事实的 这一方面的资源哦 呃 我们说完有关于难民的部分呢 那我们再说一下有关于就是 呃 世界就是一些天灾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目前在墨西哥呢 就是发生了一个所谓就是 白年强症 还有就是 风暴前后来袭的一个事情 然后导致有死亡人数 到达就是六十六人的 呃 其实在墨西哥的南部呢 在星期四的时候呢 就是发生了规模 八点一级的世界强症哦 导致这次的死亡人数呢 增加到六十六人 嗯 那目前呢 这个金啊 这个军方呢 以及这个守旧人员呢 透过呃 这个搜索犬啊 以及一些重型的机械啊 协助在呃 就是被埋在地下中的一些呃 呃 做这些救援活动的 然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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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难民也是透露到呢 呃 呃 因为有罗难者过多 当地的这个棺材啊 已经卖到缺货 想买一副棺材 呃 呃 呃 来啊 安葬自己的家属呢 都找不到 哦 真的很严重 因为这个当局有说到 呃 有关于这个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瓦哈卡州的 然后还有在 瓦哈卡州的这个呼气弹症 呃 因为至少36的人死亡 然后38多人受伤 然后呢 总共呃 他们有说到就是有2000栋的这个房屋都倒塌了 这是非常多的 然后在星期六时候呢 就是催袭了就是 呃 又催袭了就是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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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岸的这个飓风呢 就是 凯提亚 然后也导致了两人死亡 然后凯提亚是属于就是登陆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的 所以呢 他们也成为就是当地带来的豪雨 所以呢 某个地方呢 就是累积了雨量高达就是64公分 随时可能会爆发致命的突发洪水或吐石榴的情况 所以呢 就是前后都有这一个 呃 所谓的 先地震 后 这个台风 台风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是 说的是不幸吗 就是世界开始有这样的迹象呢 无论是在这个 之前我们不是有另外一个地方 香港吗 这都是台风问题 对 然后在墨西哥又发生这个事情 然后呢 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也是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超强的飓风 就是在这个爱尔玛航哨过 就是加勒比海的地区后呢 向美国东海岸前进 所以呢 当地时间在星期日的时候 早上就是靠近佛罗里达州的格斯 这个地方呢 呃 对这个佛陀造成历史以来 就是最严重的灾难 就是有三名司机在这个风暴来 其实不幸就是遇到车祸 所以这个曼阿密的这个气象局的这个部门呢 就发出了就是龙卷风的警告 呃 就呼吁就是在佛州的民众就是疏散 嗯 那州内呢 就有了 呃 这个2100万居民啊 呃 呃 大约有630万人呢 被要求 呃 这个疏散 撤离的 对 对 这个也是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呢 也是 呃 呃 发生了类似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有关于佛州整个西岸的都是呃都是受危险风暴潮的影响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周内呢 就是有2100万的居民呢 就是呃 呃 大约有600人上次就是被疏散嘛 对不对 嗯 然后 呃 同时候呢 也 这个时刻也说到哦 预计呢 西岸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风暴潮呢 将会高到4.5米的 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个风暴潮呢 可能会介于在这个1.5米到2米之间 然后呃 所以呢 他们主要的这个呃 庇护的地方呢 所开放的地方有400多个的都是属于在这个学校啊 教堂 社区中心等等的 所以呢 有关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能必须要去警惕哦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